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国立台湾文学馆闹鬼 33只潜伏在文学里的鬼怪 现身台湾鬼怪文学特展 引导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湾文学 把点击早期报纸中的鬼怪文学变立体 台文馆魔幻昆导 妖鬼奇谈台湾鬼怪文学特展 今天28日下午开幕 内容包括说明鬼怪如何在台湾的海洋文化 自然及社会环境中诞生并产生意义 以及文学如何运用这些传奇故事 透过文学点击互动设计动画 及投影影音等各种方式 并搭配考据古籍后描绘而成的可爱版鬼怪呈现 台文馆说鬼怪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 不同时代也会有依据传统鬼怪传说改编的创作 在平谱族调查旅行 台湾风俗制 三族调查报告书 民族台湾等都有关于鬼怪的描述 而因结合时事与电影最常被讨论的山中魔神传说 最早则出现于台湾日日星报 开幕式中表演团队也现场演唱作家 何静瑶与音乐家邱盛阳矿界合作的 妖怪名歌露 Farmosa唱游区 台文馆长廖振复表示 文学不是只有文字的写作 也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呈现 希望借由特展 让更多人看到台湾在地流传的妖鬼故事 以及其中的历史文化 何静瑶则说 以台湾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为主题 创作手机 游戏及歌曲 期盼在外国的鬼故事之外 也能让台湾传统的故事被看见 台湾鬼怪文学特展自 即日起展至明年2月24日